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今日简史 它是继以色列历史学家由瓦尔赫拉利之后 继人类历史与未来简史之后的又一部立作 如果人类历史简史概述了人类历史 审视人类如何一步步成为地球的统治者 未来简史探讨了人类未来的远景 以及人类最终走向何方 而今天的简史 则让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过去和未来转移到现在 或者再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 至此,由瓦尔赫拉利完成了简史三部曲的创作 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日简史也被认为是2008年最值得期待的作品 作者以资讯科技与生物科技革命为主线 梳理21个关乎全人类命运的议题 下面,我就把这些议题整理成7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 事实上,在工业文明时代 机器已经抢走了一部分人的工作 不过,也有一些新的工作要做 这是因为过去机器和人类在体力上的竞争 不能取代人类的认知能力 尤其是像服务业这样需要和人打交道的行业 他们需要具备分析和沟通能力 尤其是了解人类的各种情绪 这是机器无法做到的 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完全不同了 它不仅能够和人类抗衡 而且,它的认知能力也远远超过了人类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 人类的情感、欲望、选择、直觉 其实并不是那么神秘 如果计算机能够分析这些生化机制 那么它就可以判断出人类的行为 并做出相应的决定 打个比方 一个做了多年银行经理的人 很快就能认出一个人来 那个穿西装的家伙是想骗钱吗? 一个有经验的律师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威胁是认真的 还是只是吓唬人之类的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多年的经验和直觉 但这种直觉 只是大脑通过分析面部表情 语气 手势 动作 甚至是体位来识别人类的生化特征 只要有合适的传感器 人工智能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还能够做到更加的精确和可靠 不仅如此 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两项能力 便是连接性与更新性 人类本身就是个体 想要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 如果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 那么全世界的医生 几乎是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的 但是 人工智能医生 却可以在一瞬间完成所有的更新 听到这里 您是否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 有些悲观 事实上 人工智能并不是完全代替人类 而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工作 比如说 虽然人类的医生 被人工智能医生取代 很多医生都会失业 但却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让人类医生能够进行突破性的研究 研发新药 或者新的手术方案 人工智能同样需要人类的配合 比如无人机 虽然取代了飞行员 但在维护 数据分析 网络安全等方面 都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 比如 美国军方派出一架捕食者无人机 幕后操作的人 至少有30人 后续的数据分析 可能会有80多人 但是总体来说 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多 而且需要的都是高素质的人才 虽然这场革命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岗位 都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 大量人口失业或被迫转型 甚至沦为无用阶层 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有人说 政府可以向亿万富翁和拥有算法和机器人的公司征税 并将其用于补贴每个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不能直接给钱 而是应该提供基本的服务 比如教育 医疗 交通等等 但是这其中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世界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 谁来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呢 二是无论什么样的补贴和服务 只要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人们都会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 人们才会去追求那些最基本的奢侈品 三个原因 就算是衣食无忧 劳动也是必须的 也许人们还是希望出去工作 而非养家糊口 所以 在当前形势下 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种深刻变化 前面已经讨论过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当19世纪汽车代替马车时 许多车夫转向出租车司机 今天 人们的境遇是相似的 只不过 他们不再是赶车的人 而是被淘汰的马 所以说 稳定是一种奢侈 人们很难一心一意地 从事某一职业 被迫多次转换 需要不断地 更新知识和技能 传统教育模式 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自己或者下一代 应该做什么准备 才能应对前所未有的变化 和极端的不确定性 首先 就是要改变教育体系和模式 很多学校的教学 都是以知识和信息为主 但是现在的问题 不是信息不足 而是信息太多了 真假难辨 再比如 学生们将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了学习上 比如 C C D 微积分 方程式 语法等等 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未来生活的基本结构 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直以来 一个人的一生 基本上可以分为 学习和工作两个阶段 但是到了21世纪中叶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这种传统的生活模式 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 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 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适应变化 改变必然带来巨大压力 尤其是老年人 然而 如果你拒绝改变 你将会被抛弃 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 就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灵活的心态 和极度平衡的心态 人类必须不断地放弃 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学会和为之打交道 那么现在学校 应该教些什么呢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 学校应该教4C技能啊 4C就是英文单词 批判性思维 合作合作 创意的缩写 从广义上讲 学校不应过分强调 某项工作技能 而应强调一般生活技能 改变未来是唯一不变的 关键在于 教会孩子如何适应环境 不断学习新事物 哪怕是在陌生的环境中 他也能保持冷静 第三点 将严重威胁人类自由与和平 自由主义强调 人们可以凭感觉做出决定 这是自由主义追求的 核心价值观 以前人们认为 情感情感是人类独有的 没有任何外部系统 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感觉 但是 生物科技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却带来了致命的问题 大数据算法 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自己 啊 一旦有人发明了这种技术 可以入侵我们的感官 那么 人类的自由选择 还会存在吗 好吧 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小说里的幻想 它是科学的 首先 算法可能对你有更多的了解 目前 生物学家们正在揭开人体的神秘面纱 计算机科学家们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 两者结合 大数据算法 在监测和理解我们的感觉方面 比我们自身要好得多 比如 随着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网络上也会留下各种各样的痕迹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政府 企业和各种机构 都能成功地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 通过各种精准的广告和广告 来操纵我们的内心世界 其次 算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 再往后 只要感觉不到疼痛或明显不适 我们就觉得很健康 但是有了生物传感器和大数据算法 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算法 就可以监测到流感病毒 癌细胞等等 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DNA和性格 推荐合适的治疗方案 饮食与养生之道 那么 你是自己做决定呢 还是遵循算法的建议呢 而且 人们的生活将受到科技的严密监视 比方说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只要打个电话 发一篇文章 就会被以色列的麦克风 摄像机 无人机或者间谍软件监视着 通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和消灭潜在的威胁 2017年10月 一位巴勒斯坦工人 站在一堆推土机前 上传了一张照片 照片旁边写着早安 上面写着阿拉伯语 但是 算法自动翻译出了错误 翻译成了早安 以色列的安全部队 怀疑它是恐怖分子 想要用推土机撞人 结果被抓了起来 从此以后 全世界的人都要生活在 这样的严密监控之下 没有任何隐私 更别说自由了 从前 人们总认为 人生是由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所决定的 我们决定读什么专业 在哪里工作 嫁给谁 生多少孩子等等 但这些问题 都是人工智能来解决的 生活不再是人类的地盘 相反 整个宇宙就像是一条数据流 每一种生物都是一套生物算法 最终 数据垄断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平等 事实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类都是处于等级社会 经过漫长的启蒙和努力 平等观念才会深入人心 但即使到了今天 贫富差距依然很大 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百分之一的富人 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 但是 以前的不平等 大多都是经济上的不平等 没有人认为 人们的生活本质上是不同的 比如 人们并不这么认为 老板比农场主更有天赋 这是因为家庭背景 或者社会环境的不公 但是生物科技的发展 可能会彻底改变这一切 把经济不平等 变成生物不平等 生物科技可以延长寿命 提升身体的功能和认知能力 但代价却很高 只有有钱人 才能享受到最新的科技 这样的话 有钱人才能比普通人更有天赋 更有创造力 更聪明 有钱人可以利用自己优秀的能力 不断强化自己未来人 与人之间的差距 可能会越来越大 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大阵营 一小撮超凡者和大部分处于底层 却无用的人 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 因此 未来自由主义的故事 仅仅是关于普通人的故事 那么 如何才能避免所有的财富和权力 都集中在一群精英的手中呢 关键是对数据所有权进行规范 在古代 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 当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时 社会分裂为贵族与平民 在现代 机器和工厂比土地更重要 机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者 在21世纪 数据将超越土地和机器 如果过多的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人类就会分裂成两大阵营 那是一小群超凡者 以及绝大多数处于底层的 无关紧要的人 现在数据争夺已经开始了 目前谷歌 脸书 百度 腾讯这些数据巨头的真正目标 是获取大量关于我们的数据 他们通过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和娱乐 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告商身上 我们不再是用户 而是数据巨头 从短期来看 数据可能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而算法可以帮我们选择商品 而传统的广告业将会崩溃 从长远来看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和计算能力 这些数据拥有者 就能破解生命中最深层次的秘密 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和操纵我们 还可以重新设计生物或无稽生命 那么 如果我们想阻止少数精英分子 垄断这一神权 避免人类分裂成不同物种 关键是 数据该归谁所有 企业是靠不住的 政治人物也是靠不住的 很遗憾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的数据 因此 研究如何规范数据所有权 就成了我们时代的重大政治议题 回到第四点 民族主义给全球合作带来了困难 核战争 全球生态危机 科技颠覆 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 然而 民族主义使得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 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 难以合作 让我们从核战争开始 冷战时期 古巴的导弹危机被解决了 冷战结束的时候 几乎没有流血 这让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人类永远都是理智的 然而 美俄最近又开始了 新一轮核军备竞赛 研制新的末日武器 英国脱欧主要考虑的 还不是安全 而是经济和移民 今天 核战争的预防比任何国家的利益更重要 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合作机制 单靠一个民族国家 单靠一个民族国家 是无法应对和挑战的 甚至有可能加剧核战争 如果核战争只有可能发生 那么全球气候变化才是现实 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 极端气候变得更加频繁 已经使人类遭受巨大损失 但全球变暖的威胁还很模糊 来得也比较慢 各国还没有统一行动 一些国家拥有相对较少的海岸线资产 并不担心海平面上升 当长期环境问题 必须牺牲短期利益的时候 民族主义者往往把国家利益 放在第一位 然后再考虑环境问题 或者让其他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有人直接否认了这一点 比如美国单方面提出了 京都议定书 导致各国为了保护环境而争吵不休 民族主义国家在应对科技颠覆方面表现得更为无力 比如 一个国家禁止自己的国家开发一项技术 比如改造人类的胚胎 但是 却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 此外 核战争与气候变化 对人类的生存 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 人们很难看到它所带来的威胁 比如利用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来提升人类的能力 这些技术变革必须从宏观宇宙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人类想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那么就必须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站在全球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无论是核战争 还是生态崩溃 或者是科技颠覆 都足以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发展 如果它们相互交织 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比如 为了应对生态危机 人们可能会加速研发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 而相应的科技颠覆 也会让全球局势更加紧张 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认为它们能够摧毁别人而不受伤害 而落后的一方 则会因为恐惧而提前发动进攻 从而加剧末日战争的可能性 当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时 如果人类还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么结果将会比世界大战更加的惨烈 如果人类把这些挑战视为共同的敌人 团结一致地承认 他们对全球社区负有的重大责任 就能够对全球问题做出反应 最后 让我们谈谈文化冲突带来的困境 尽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文化上的差异 但是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跨越国界去寻找工作 安全和生活 如此一来 难免会有摩擦 当前备受关注的欧洲移民问题 便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冲突 我们先来谈谈 有关欧洲移民的主要争议 亦是东道国接纳移民 到底是一种责任 还是一种施舍 支持者认为移民是一项权力 接受移民是一项义务 而反对者则认为 移民是一种特权 接受移民是一种怜悯 他们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移民政策 除了要求移民身家清白 学识渊博 甚至要求他们信仰宗教 二是移民入境后如何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支持的人士认为 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因此不需要强制移民遵守某种价值观 而应将其文化融入欧洲文化 反对者们也同意宽容与自由是欧洲最重要的价值观 但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东道国的宽容 而在于移民对当地文化的排斥 以及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等问题 移民面临的困境与争论背后 是人类文化差异巨大的原因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文化虽有差异 却没有高下之分 我们应该欣赏这种多元化 相信所有的信仰和行为都是平等的 但是这样的宽容 在现实当中却是行不通的 比如说 人类可以接受不同的食物和诗歌 但如果是烧死女巫 堕胎之类的问题 恐怕没几个人会说 这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 理论上来说 两种文化规范是相差无几的 但在另一个国家 却很难适用于另一个国家 假设有两个国家存在 冷热两国 两国的文化差异很大 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 冷国的人 从小就被教导 不要与人发生冲突 要控制自己的怒火 保持距离 而热国的人 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情绪 那就是要表现出来 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这样 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热国人到了冷国 可能会被认为是个脾气暴躁 令人紧张的人 而冷国的人 在热国 可能会被认为是冷冰冰的 自视甚高 很少有朋友 其实 两种文化之间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可以互相学习 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这种差异就会显现出来 因此 文化差异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坦诚面对 积极应对 但不能过分夸大 目前 欧洲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 还在继续 对移民问题的成功解决尚无定论 如果欧洲能够找到一条出路 那么这条道路 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复制 如果欧洲失败了 那意味着 仅仅依靠自由与宽容的价值观 是不足以解决世界文化冲突的 更别提人类能够团结起来 应对更深层次的全球文明冲突了 好了 回到第六题 恐怖主义与战争威胁 近几年 特别是911事件后 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威胁 恐怖主义对人们的生活 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比如以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 现在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 事实上 恐怖活动造成的伤亡是非常小的 这本书列出了自911以来 每年死在恐怖分子手中的平均人数 欧盟大约有50个人 美国有10个人 中国有7个人 欧洲约有8个 美国约有4万个 中国人口约27万 此外 恐怖活动造成的物质损失 也微乎其微 所以 恐怖分子最擅长的 就是控制人性 他们不指望能破坏对手的实力 却希望通过攻击造成的混乱和混乱 让对手全力以赴 做出过激的反应 当反击风暴形成的时候 很多后果都是无法预料的 对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 这就导致了对恐怖分子有利的局面 比如美国对阿富汗的反恐行动 但战争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 当战争当中无辜的平民 包括妇女和儿童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觉得当地人是支持美国 还是憎恨美国 所以 恐怖分子就像是苍蝇一样 想要毁掉瓷器店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一头公牛飞到瓷器店里 然后把瓷器店给砸了 既然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如此之小 为何政府会如此敏感 因为恐怖主义 对现代政权合法性构成威胁 如果政权合法性遭到破坏 哪怕只是一点点 都有可能导致政权崩溃 如果跟政权的合法性无关 那就不重要了 比如十四世纪的时候 欧洲有一半的人死于黑死病 但是国家对此无动于衷 但是没有一个国王因此而失去了权力 因为当时没人认为国王有责任预防瘟疫 但是 如果国王允许宗教一端在自己的地盘上传播的话 他不仅会失去王冠 还会被处死 在现代 由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国家越来越少的在领土上发生政治暴力 过去几十年里 西方国家几乎看不到政治暴力 人类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状况 认为这是自然的权利 一场恐怖的灾难 让民众产生了一种恐慌 一种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的感觉 为了消除这种恐惧 政府不得不上演一场安全大戏 来对抗这场恐怖的大戏 所以 只要控制住恐惧采取有效的措施 就能成功地应对恐怖主义 成功的反恐行动应该是三管齐下 第一 秘密打击恐怖组织 第二 媒体要客观 不能歇斯底里 不能过分夸张 第三点 就是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不要惊慌失措 战争威胁胜过恐怖主义 战争在过去和现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从前 战争是一项低成本高效益的事业 如果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对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实力的提升都是巨大的 历史上 很多国家都是靠着战争 才变得强大起来 与之相比 今天这种成功的战争几乎已经绝技 因为经济本质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经济资产都是以实物为主 只要击败敌人 就可以掠夺对方的人口与资源 因此通过征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资产就是科技知识和制度优势 这些优势不是战争可以掠夺的 所以虽然很多国家领导人表面上咄咄逼人 实际上却很谨慎 但我们不能低估人类的愚蠢 认为战争不会再发生了 事实上 人类的愚蠢在历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就连理智的领袖都会做出愚蠢的决定 比如20世纪30年代 日本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认为 如果不能占领朝鲜 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 日本就不会有发展的空间 经济注定要停滞不前了 但实际上这是个愚蠢的错误判断 事实上 日本经济奇迹的开端始于日本的侵略战争 所以 太过担心或者太过担心 世界大战 是不理智的 一方面 冷战结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算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 也能和平解决 但如果 人们认为 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他们就会大力发展军备 积极备战 这会激怒邻国 让邻国感到不安 于是他们 尽相提升自己的军力 彼此之间的信任 也会越来越差 如此一来 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回到第七题 人们将越来越难找到真相 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 使得因果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有些因果关系 已经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 例如 如果你给孩子喂蘑菇 而我却把它抢走了 那就意味着 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孩子只能饿着肚子睡觉 当然 这并不公平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很明显 作为一个暴徒 我有责任 现在我们假设一件事 我在一家大型石化公司 投资一万美元 每年获得5%的收益 这家公司的利润很高 就是直接将有毒废物 排放到附近的河流中 丝毫不顾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我从来不会闯进别人的家里 也不会从别人的钱包里拿钱 我也不知道 这家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我差点忘了 这家公司就在我的投资组合里 那么 在这桩罪行的背后 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不好理解 另外 人们正处在一个充满谎言 和虚假的可怕后 真相时代 比如很多饮料广告里面 都会有一个健康的年轻人 在运动之后 喝上一口可乐 给人的感觉 就是可乐和健康运动有关 但是实际上 喝可乐并不能让你变得年轻 变得健康 变得像个运动员 反而会增加你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 但是 饮料公司每年都要投入数亿美元 通过广告宣传 让几十亿人下意识地相信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和谎言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要花时间去 找出自己的偏见 去验证自己的信息来源 作者提出两条金科玉律 第一 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 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提供免费信息和服务的人 多半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二是 如果你觉得 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应该多读一些相关的科学文献 科学虽然有它的局限性和错误 但它仍然是最可靠的知识来源 我们一出生 就受到各种历史文化的影响 而真实本身往往也是如此 比如人们相信上帝 因为他们读过关于上帝的诗歌 看到过关于上帝的画像 听到过关于上帝的故事 今天 我们相信 买得越多越快了 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电视上的消费天堂 事实上 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可以不受控制 想想 我们这些年看过的电影 小说和诗歌 就像是爱情和色情电影之间的关系 情色电影和性爱之间的关系 不知不觉中 就形成了我们对爱情的看法 我们对爱情有多少看法 现在各种广告对我们的感觉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影响 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自己 就不该相信网络媒体的内容 甚至是内心的感受 而应该深入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真正地认清自己 他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上面提到的七大问题 不会在遥远的将来发生 而是已经迫在眉睫 一旦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在一起 可能很快使数十亿人失去工作 同时也破坏了两个核心价值观 自由与平等 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据专制 将所有的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群体 而且 大多数人不仅受到剥削 而且 面临着更糟糕的情况 像草芥一样 微不足道 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地取代人类的工作 大量的信息在不知不觉中被窃取 各种各样的宣传和广告操纵着我们的感官 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这一切正在迅速地发生 并且会深刻地改变世界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本书提醒人们 不断产生新的变数 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领域 思考以前从未想过的现实 也就会有点免费的 不断产生新的行为